第一節我要跟大家演示一下 高球 吊球 砂球 它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他們用的肌肉不一樣 那高球你就是整個臂甩過去就可以了 吊球一定要強調這個留手腕甩手腕這一下 因為我們吊球要更細膩一點 砂球主要是用身體 不能用太多的手腕 用手腕力量不夠 除非你是要點砂 一定要收服用了身體去砂 那你就省著你的手 就不容易受傷了 高球 動作還是要做完整的 最後是手腕的加速要特別的明顯 最後留手腕加速的這一下 好 留手腕加速這一下 好 砂球 砂球呢 我的手盡可能就是甩出去用身體的帶動 最後再握緊一點 哈囉 大家好 如果你想把吊球砂球更進一步的提高的話 你就可以來學習這一張 高吊砂他們的共同點 就它都是大動作腳以上的帶動 那這個步驟是不變的 那唯一的不同是什麼呢 它是力量上面的強弱 還有肌肉用的不同的肌肉 如果我是吊球的話呢 我可能要到最後這道彎 才會去吊球 所以這個對手腕的要求很高 砂球動作的細膩性 那要求的是速度還有弱點 跟砂球不太一樣 對 那你這個速度是不是會比大的肌肉快呢 當然的這個小的肌肉是很快的 大的肌肉又比小的肌肉有利 所以我們強調的高吊砂 強調的肌肉不一樣 但是它的動作步驟是一樣的 協調性是一樣的 要求都是一樣的 那我砂球的話呢就反了 我砂球不能光用手腕砂了 我不能等到最後一道彎才打 我得等到下來的時候收伏的時候才打 所以砂球用的是這個肌肉 吊球用的是這個肌肉 高球呢整個甩出去就可以了 砂球不能太細膩 太細膩你就砂不好 砂球必須要用腹肌 還有這種大力量 它必須要這個地方緊起來 你看我們專業的運動員砂球 他是跳砂在空中挺胸然後受伏 對他不可能就是這麼一點點來砂 這個就是點砂 你砂球沒有力量的話 那你就多練習這塊肌肉的收伏 砂球的時候記得用這裡砂 別用手砂 別方式靠手就這裡砂下去 或者你是腿的力量 transfer上來 高球的話就是整個臂 這樣往前甩就可以了 他也不太要求手腕 你要想用手腕也可以 對 因為高球的話這個是兩樣都可以 很多人說我不知道我這裡怎麼緊 我知道怎麼緊那個手指 怎麼知道緊這個地方 可是我不知道這個腹肌怎麼緊起來 所以這個就是需要大家去體會了 怎麼緊起來這塊肌肉 好 那這一張就到這裡了 感恩大家的收看 感恩 感謝 tales